老店工干活都会说到这句话 照明的零线和插座的零线不能供运 这是很多老店工干活的时候对我们说的 如果照明的零线和插座的零线 供运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这里现在准备的是家禽运件的回路 总开我们用的是两批的空开 插座用的是两批的漏件保护器 还有的插座上我们用的是两批的空气开关 照明上我们一般都用的是单批的空开 现在我们在插座上用的是两批的漏件保护器 照明上我们用的是单批的空气开关 然后我们现在和插座供运一下零线 首先我们现在要确定这个漏件保护器 它的哪端是零线哪端是火线 我们现在来确定一下 大家看 右边为零线 左边为火线 现在我们开始供运把这个照明灯接下 会发生什么现象 火线接到单批的空开上 然后零线供运到插座的零线上 大家看 日马就发生了撬杂保护 这个时候我们的照明也没有了件 然后插座也没有了件 只有总开关没有撬杂 那这就是照明的零线和插座的零线 供运造成的现象 很多老监工师傅都找不出原因何在 如果我们把照明的这个零线 从插座的零线供运处 取出来之后 单独接一个零线 就不会发生窍杂的情况了 再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大家注意看 我们零线供运 大家看 日马就撬杂了 然后我们的照明呢 闪一下之后就没电了 而我们这种两批的空开呢 会不会有这种现象 现在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我们火线接到单批的空开上 然后零线呢 我们接到两批的空开上 大家注意看 灯发亮 不会敲闸 这就是啊 我们零线不能供运的原因 如果家里的插座接的是啊 这种路件保护器 那我们千万不能供运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的这个路件保护器 它检测到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这个照明灯上的回路电流 和插座上的回路电流呢 根本不是同一个建流 所以导致啊 我们的路电保护器呢 它就会跳闸保护 如果是这种空气开关呢 我们完全可以供运的 但是啊 有这种路电保护器的呢 我们千万不能供运 这就是啊 不能供运的原因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朋友们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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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